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带着女儿一起来做慈善 武尊也表示这样的言传身教也来源于自己的妈妈 看来这一家人都是爱心人士呢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以来 比如说我有做公益活动 我都会跟她分享给她看照片 我希望她从小就有这种想法要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之前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 所以我希望也可以把这个东西传到给我自己的小朋友 父母身体力行自然可以影响到小朋友 想来那年未来也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小姑娘 儿女们贴心乖巧 武尊最近几年在工作上也是作品多多 暑期党的一部热血运动电影《我是马布里》 也是让大家津津乐道她的颜值与演技 而从去年底就开拍的古装玄化武侠剧 《武动乾坤》也即将正式杀青 最近武尊也将重回剧组赶拍最后的戏份 作为她首部古装剧作品 武尊对这个有着惊人才能豪情霸气 且被负着振兴临世家族责任的林郎天 有着很深的感情哦 有一点紧张 对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蛮有挑战性的 可是我们还剩不多了 可能我还剩一个星期的戏吧 对 然后我们就杀青了 所以还蛮期待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拍摄 整个制作团队都非常棒 我觉得大家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我啦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 他从很正派到最后是一个大反派 然后我觉得是 我自己本身都没想过 我自己会有机会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想说武尊这一张充满正气的脸 演出大反派能不能说服观众呢 对此武尊似乎信心十足 我觉得可以驯服得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我自己都蛮期待的 所谓慢工出戏活 而这部舞动乾坤不仅有着导演张林率领的制作团队保驾护航 也是汇集了不少实力派演员加盟 现场武尊也是特别夸赞了自己在剧中的对手杨洋呢 我觉得杨洋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非常阳光 然后我觉得他自己本身非常努力 就是我们在片场都可以看到他的专业 所以我们合作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好 期待你们在剧中的实力对抗哦 下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